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錄的時間是2020年10月13日 首先,你有寫中李敏王 大家好 紐世蘭,《以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和家親生,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讚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按下訂閱,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的二台正香煲三台晒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把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林鄭月娥特首 她的施政報告 原本星期三推遲了 但在她宣告施政報告之前 各方當然是那句 現在插到飛天 甚至有一份報紙 《川隆一》的報紙 直接出了一篇東西跟她計算 現在黑暴事件 反修例事件也過了一年 她任期只剩下兩年 就要跟她計算 究竟她有沒有兌現她的正選承諾 這樣說 重中之重的就是 解決居住問題 最初她說她會解決居住問題 密地建屋 現在只會說 收回700公廷的私人土地 然後就說 她會成立入一個專責小組 促進社會 就開拓島地 就做這個 提議進行全面檢討 於是就急急急急搞了個 2018年的土地大辯論 搞了五個月 就沒聲沒氣了 加快土地發展審批流程 其實就在2019年 已經成立了督道小組正式實施 到現在都沒什麼聲氣 轉移地積比 還在研究中 洛薩東大禹都會和新界北部發展大計 就說她明日大禹 反對聲音強大 前期研究工作 未知能夠封過 但已經在2018年 開拓島地工作了 在全港調查發展棕地的結果 就是說 2019年 已經完成 450公廷 據發展前列 只有36公廷可以用作建屋 她說她的土地供應問題是這樣 房屋政策 她提議是港人首置置業上車盤 結果現在就變成換言以居 2019年 就在安達神道推出一個新的 手指上車盤 未保地價的居屋單位 25萬個 結果 居屋供應仍然不足 即使是搞白居易計劃 但是有件事做到的 就是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去改善這個按揭保險計劃成功了 但是對於什麼 全民退保標準公司 都是未推行 取消強積金對沖 都仍然在相議 這個就是暫時 是關於土地和民生房屋政策 這三方面的對比 覺得她根本 增加土地供應 但是就不敢碰觸利益 利益團體 這樣說 推動 推動多元經濟 即是說不要經常 懂得搞這個 叫做 金融業 所說的東西 除了駐資創新科技 付錢搞之外 其他都是 好像沒什麼做 還有這個支持喪生政府 採購政策 還有開放 政府場所 安裝5G之外 基本上是 發展進度未明 還是研究中 就是這麼多了 不是呀 譬如培養人財 推出了 2018年推出了 結出學者計劃 是啊 已經做了很多了 其實有很多事情做了很多 那些人說她走數 其實很不合數的 說那些東西 香港智慧城市發展藍途 這個很難的 就是這樣說 我不是 我不是要幫林鄭說好說話 但是去年弄的智能登柱 都拆了你的 那你有什麼藍途都沒用 哈哈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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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講個現實的情況 喂 接著旺角區說要安裝一些天眼 那區議員說出來反對 哈哈 智慧城市你安裝天眼很正常的 是不是 那些人沒有智慧 沒有用的 哈哈哈哈 喂你的社會沒有智慧的話 你發展智慧城市沒有用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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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社會是反智的 那你整個智慧城市 喂 怎麼做啊 發展進度未明 你看整個香港上年多反智 進度很明確 就是推暴 哈哈哈哈 但是香港那些黑暴友造成 你跟林鄭有什麼事啊 林鄭想社會有智慧 但是沒辦法的 沒有智慧的人是多的 扩插林鄭的人是多的 那就是什麼辦法 是不是 搞不了的 搞不了的 現在 好了 團結社會 那林鄭的願望是團結社會啊 誰知道你們這幫混蛋 會跟陳同佳一起同行的 哈哈哈哈 正常都拿不到 要殺人犯出來暴動 是不是很冒險啊 哈哈哈哈 其實本來就是 就是本來就不應該有那麼多問題 但是整個社會本身就是 因為其實積下來的問題太多了 不是說一聲就團結到的啊 就是你團結政府都難啦 還說團結社會是不是 團結建制都未必做得到啊 喂 建制那些人都不會讓你團結到的 是啊 又說有慾無榮又有什麼 曾鈺成那時候說 哎 建制其實有慾無榮的 接著好了 有些人就聽曾鈺成說這句 原來是這樣的 那我不行了 那起碼要肉那個是政府啦 最緊要我有榮是吧 狂撞政府咯 什麼都不對的了 是要根據閃師傅那個藍圖來做香港的東西就對 林鄭做就不對的 連先生傅也對 哈哈哈哈哈哈 這些東西真是很可笑的 那好吧 那收保行政立法的關係 怎麼收 老實講 你有幾個拆檔的 在這裡 也行的 其實這個好笑的 零一也說得很正確的 喂大洞人想收保的 收保的人 但是現在香港就給那些極端的群人玩殘嘛 内会一度停摆 建制派战狼化 泛民被击派牵着走 因为战狼都是一只 狼群是进不了去 狼群没进 所以这个是01就很偏颇了 其实严格来说 泛民是被激进派牵着走 这个是真的 但是你说建制派战狼化是没有的 建制派在立法会 只有一个而已 KOL就是大把战狼化 这帮战狼虎视眈眈 究竟战狼化选不选到下界 我们觉得战狼化选到你就很厉害 不过社会就会坏了 没什么所谓 林郑宇宙 林郑宇宙说重建香港关系 中央和香港关系 不过建制派一向都有 重建就是她的政纲有点过分 这个林郑 就是她跟我批评 就是她言下之意 就是梁振英时代 香港关系是破裂的 如果不需要怎么用她重建呢 哈哈哈哈 对上那界 哎呀 留下很多苏州市 现在要靠林郑收补 怎么不知对上那界 但是现在就常常站出来 又说三道四 指指点点 批评这个批评那样 但是林郑宇宙落实了三件事 一地两检 国歌法 港区国安法 哈哈哈哈 这些是不是算是政绩呢 我不知道 其实你说港区国安法 严格来说应该不是林郑推吧 不过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林郑要求 喂 我们要做港区国安法 可以吗 放手來 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一走這一步的話 其實就不是林鄭可以決定的 只可以說 一定要是 人大啦 國務院啦 決定一件事是走得動才會走的 也不是你的民意可以左右得到 你有沒有民意他都照做的 如果他一定要做的話這些是沒有辦法 因為就是一件事 國家安全問題 是沒有得妥協的 這件事是事實來的 所有國家都是的 沒錯 這些事是沒有得妥協的 所以只要國家決定了這樣做 那就承受之後帶來的痛楚 就好像現在為什麼林鄭會被人制裁呀 被美國人制裁呀 就是因為港區國安法 好了 政治上還有說 青年參政論政 議政論政 前後推出三期的青年委員自戰計劃 被批評奉行精英主義 喂 不找精英難道找你的盲目進去嗎 很坦白說 你就算不是找精英 你都要找一些對數據要尊重一些的人吧 不是那些言而無據的人進去吧 是不是呀 當然這個是正確的 有些人說你們這幫六屆經濟問題 你們是不是經濟學家 很坦白說我不是經濟學家 但是我都讀過一兩個經濟的課程 為什麼呢 因為做工程師是要讀經濟學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嚴格來說 在英語世界的經濟學 是由一個統目工程師發明的 這個學術是由一個工程師發明的 所以我們這些都要讀的 因為我們是牽涉到這些東西 好了 831框架下製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氣氛 沒有推行過 推行不了 怎麼推行呢 推行不了的 就是無法推行的 就是你說 未曾推行的東西 沒錯有些 但是林鄭不是走數 很坦白說 她還有兩年任期 有些東西可以推得到 其實是非常難推行 以現在的情況 滾著腳步 取信回於市民已經是非常難 是啊沒有人幫她 坦白說港台不幫她 《洞房日報》不幫她 《蘋果日報》不幫她 其實嚴格來說 就已經沒有媒體去幫她說話 一個都沒有 這個《洞一》媒體 《倡議員》媒體 都整份東西去撞她 還要撞得很沒道理 因為她現在 我們看到了 這個《洞一》媒體那裡 她有一件事 就是她說 林鄭那個競選政綱那裡 她說要重建置業階梯 為不同收入的市民重現置業 希望這個是好事來的 改善居住環境 為此她提到 任內會大力開拓土地 為香港的長遠發展 建立土地儲備 她也都明白這個土地問題 複雜而敏感 在大都闊庫 哇大都闊庫啊 改革的同時 都要凝聚社會共識 當然做了一個土地大辯論 那就解決香港土地供應的問題 經歷了五個月的社會討論 最終的報告都沒公佈 就搶閘宣佈了明日大嶼填海計劃 就被人質疑 你在既得利益團體前 拜陣才要改明日大嶼 但是問題就是 明日大嶼我們都講過了 這個規劃呢 其實已經上佈了去中央了 現在講的是 就是持浮高鐵呢 香港的總站會建在明日大嶼 這個我們應該是上年六月 我們已經講的了 上年六月我在北京聽過課的時候 是他們 就是那些中國科學院那些人講的 我也都很快就跟大家講了 是這樣的了 當然林鄭她 就是現在就說被人批評 那些土地那些緩慢進行 但是林鄭她有一件事做得好的 就是 這個也都很少人講的 就是那個寮屋那個問題 就是香港其實 在市區呢 還有一些寮屋的村子 就是包括牛池灣 那個 還有哪裏呢 我都不記得了 總之是有幾條村子的 那現在市區那些是會先處理了 這個一直都處理不了的 過去幾天政府都處理不了 因為太難搞了這個 那 就是 這個 有些新建議 就是那些官 其實 官員是有些新建議的 而行政會議也是支持了這件事 去處理這個田屋問題 在市區 那裏有七公頃 那當然呢 有很多人就說 實際回收私人土地面積存疑 但是你在九龍市區 收回九公頃的地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其實我都不知道 它是寮屋的地方來的 就是牛池灣 我不知道那些是寮屋來的 其實我經常去牛池灣 街市後面那些熟食檔 我小時候 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些是寮屋來的 那些是會收回的 就是現在當然在說這件事 就是 你說政府不能夠 觸及地產商的利益 不是說沒有做的 不是說沒有做 但是一做 觸及得不是太大 能夠動用的力量 是要審時度勢去做 逐點逐點去做 不能夠急的 是因為這個 如果這個 住屋問題 其實廖屋那些很久的了 的問題 一直都沒有處理的 其實就 那現在 當然有些人就會說 這些是什麼 迫遷 就是朱凱迪那些人就說 是迫遷的 你說家產是不是要說話 是的 朱凱迪那些人彈出來 就很麻煩的 這個你叫政府 可不可以掃把他們走呢 政府又不是真的 可以有這樣的公權力 可以找些東西捉走他 又不可以這樣做的 因為始終都要跟規矩 好了 那有些人跳出來反對 那你又要 把一些時間去處理他們 把一些時間可能 又拖幾年的事情 然後如果有放在法院的話 又司法複合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搞啊搞啊 真的又拖了 搞到連特首都換屆了 都搞不定 基本上那些人就是想這樣 我搞你不行啊 拖住先 不是說 香港政府不做 而是 就算做的時候 你要花多少時間才做得到呢 這個都是政府要考慮的問題之一 還有哪些事情最有效益呢 如果萬一碰到這些問題的話 做來真是白做的 沒有效益的 沒有效益的話 那不如先放在一旁 選一些最有效益的事情做先 當然啦 做事是按部就班做的 還有你做市區其實有個好處的 做九龍 就是九龍 現在那幾個地方有寮屋的 如果沒有記錯 有網友要更正可以更正 應該剛才我說的牛此灣 還有另外一條就是茶果嶺 還有一個就是足園 是三個地方的 那如果你這些地方搞得定的話 那你作為一個例子 再去搞其他 那就會容易搞了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還有你拿到一些市區的地 對市區那個地價 真是有向下的壓力 其實你說 是不是所有人都 真是想住得去古洞北那些 這麼偏遠的地方呢 其實 就是阿梁先生搞的那個叫大西北 開發大西北 那其實是不是大部分的人 都想搬去大西北呢 其實我是有疑問的 哦 難道你在中環上班 你在大西北住嗎 探那裡風涼水冷 如果你不介意 一天坐兩個小時巴士的 或者甚至三個小時巴士的 OK的 難道你搬去沙頭角嗎 是不是 其實就是 這些偏遠的地方 其實從來都是 那個吸引力是有限的 你如果在市區搞到 七公頃的地出來 如果林鄭搞得到 那就真的多七公頃 七公頃可以建多少樓呢 而且在市區的樓 你說如果 整個屋苑的了 是啊 如果你說政府 還沒敢觸碰地產商的 你又不是 就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在市區搞的話 其實是好事來的 增加那個市區的樓宇供應 是不是 那當然啦 有些人說你這樣不是在供應房屋 但是你供應增加了 那其實對整體的售價壓力都會下調 是不是 就是售價的升勢都會減 緩減一些 是不是 那當然啦 你說樓市始終都是很多人 會覺得這個 就是香港的樓宇不行了 但是 我們之前應該有節目講過 就是周末的時候 就看這個柏奧莊 在這個大圍上蓋 新世界和港鐵一起做的 那那個項目 那些人是要排隊 六至八個小時才可以進去 去看示範單位 需求很大的 其實需求很大的 就是 C樓的需求其實是很大的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呢 就覺得一件事就是 只有上了C樓的置業階梯呢 他的退休生活才有保障 是 尤其是香港現在這種環境 其實全世界都是 應該這麼說 在超低息的環境之下 養樓是防老的 我們經常都說 地產男 可憐男就是這樣 因為你們要自己買自己的樓 老爸沒有剩下來給你 所以你很可憐 是的 我也是 沒有剩下你 要不停地打拼 要不然 林老怎麼辦 真是 雖然林老都未必有一層樓 留給兒子 多可憐 沒有兒子都要打拼 是的 有什麼辦法 當然有人批評 林鄭所有施政報告措施 都是依賴注資來吸引人才 忽視了發展產業所需要的基礎生態 沒有資金怎麼吸引人才呢 就是 他都說 亦未發展出應對工業體系 將科研成果產業發展 這個是整個社會的氛圍 如果政府不扔錢下去 就更加做不到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當然現在更多人批評就是 解開社會的屈結 林鄭她嘗試 林鄭嘗試去解開都沒有用 問題就是 有些人不想解 是的 有些人想繼續亂下去 或者想繼續 就是把那個政治鬥爭 是全文化 是全文化 還要是 那林鄭怎麼做 林鄭說不要搞那麼多 叫大家 其實一早就說過了 是嗎 她可以讓步的已經讓步 譬如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那些 你們那些政策沒有責任嗎 其實都一樣是有可能做得到 就是撤回那個 逃犯修訂條例 那她就做了 做了 其他那些哪有可能做得到的 你說不追究暴動責任 那些是騙傻子出來暴動的 就是說五大訴求 你猜真的 什麼 真的可以做得到嗎 大家都知道做不到的 那些政策在亂說而已 那如果有些政策是要 靠這件事搵食的話 你的社會屈結很難解得開的 那當然了 現在也有人利用這些事情 去有仇必記 做一些要報仇的行為 那時候被那些黃友搞到這樣 我們一定要搞到他們 永無另一 打到永不超生 就對了 那你沒辦法回復原狀 其實 暴動人我覺得應該要嚴懲 但是 你說那些 沒有實際犯罪行為的人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嚴懲到他呢 我從來都是有個問號 沒有實際犯罪 你懲罰他什麼呢 你最多是口誅不罰他 罵他 是這樣的 但是你不可以懲罰他 你懲罰不了他 就是這樣說 沒有辦法 是啊 你說我要器袋 公開了那些人名 有些根本不怕你公開的 他們在六街 你公開更好 我去插選 是吧 有CV 可以中籌 有些甚至乎有些 有些尖微知名度的人 都是這樣做的 他根本真的不怕你 唱衰他的 唱衰他更好 他覺得更出名 更多人認識 所以就是 主要 就是我們呼籲 希望大家不要再跟他們激掌 我們經常呼籲 就不要跟那些黃友激掌 別人做什麼 你又做什麼 你不要學他們 譬如他們喜歡做假的 你不要跟他們做 你跟他們做假 就自己死 因為他們那幫人很有空 你就沒有時間去 了解他們的假事來講 他就有時間了解你的假事來講 你一直有一幫人 長期都是做一件事 就是 用自己的弱點去攻擊他們的優點 他們的優點就是時間多 一個黃之鋒坐在家裡 由早到晚打飛機 是不是 看看閒網 不是就去爆一下房 你哪個去得閒 就是他們不是單止有一個黃之鋒 他們有千千萬萬個黃之鋒 那你怎麼搞 在家裡 一天就看閒網 一天就去爆房 沒事的了 其實沒有第三樣 最多是吃一下好西 不是 起一下人底 就是大家如果有聽我們上一節都知道 上網找一下 我起了這個人底 其實是公開信息來的 我做了事情了 沒事找事講 所以我就是講 他們就是有空可以起人底 他們時間多 很容易起到你底 你就不要用這些東西 去跟他們玩同一樣的東西 會輸定的 因為你贏不了他們的 他們那幫人超級有空 所以 就是這樣東西 有時候 我自己就覺得 大家 盡量都是做一些該做的事情 政府施政有問題 不要拿來炒議題 其實你拿來炒議題的話 對政府的負面影響太大了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現在就是有一幫人 就不斷學黃人去炒議題 打算炒議題可以聚倒人 那選舉就可以贏了 但是坦白說 現在這個社會 如果大家知道 某一部分的政黨 是會支持政府依法施政的話 那想社會回歸正常的人 就會投票給你的 而想社會繼續 極端化下去民鬥民的人 那些人 其實是不是你應該 爭取的支持對象呢 這個我都是 有一個很大的疑問的 尤其是泛民那邊的人 就是被激進派劫持了 那對社會 是不是真的是一件好事呢 坦白說 大家看到去年那個結果 如果建制派被很激進的人 劫持了的話 你想想香港的社會會怎樣 好這次的時間差不多 就這樣拜拜 拜拜